蔡政府哀轰选前大撒币 推出许多补助政策 但根据省机部统计 蔡总统执政7年多 截至2022年底 负债高达5兆6997亿 不过蔡总统面对批评声浪 却这样说 蔡总统不但说自己欠债少 还扯马政府时期留下债务破罩 马办气炸反击 蔡政府一开口都是谎言 7年来不断撒钱 推前瞻计划等举债20年最高 网友更是炸裂狂轰 当今政府说谎跟吃饭一样 我笑民进党特别预算 不敢拿出来说 故意不提特别预算 而将举债的部分 蔡英文总统不要把特别预算 给隐藏起来 特别预算常态化 这才是过去这7年多 让国人觉得最担忧的事 探开蔡政府任内预算 从前瞻建设一路到纾困防疫振兴 已经提出11项特别预算 总金额高达2兆955亿 侯友宜忍不住炮轰 就连自家人前副总统 吕秀莲也这样说 蔡政府呛数字会说话 但执政者狂洒人民邪汉钱 甚至高额举债 摆在百姓眼前的真相 恐怕才是实话 记得陈正茂黎玄 SNG小组台北报道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欢迎订阅分享